皮卡在今年成为了国内车市的热门词 在不少的城市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皮卡的身影 多地的皮卡限制政策变得宽松 二则在整个低迷的车市中 皮卡销量却开始提速 国内皮卡的行业正在焕发全新的升级 长城皮卡是国内皮卡市场上知名度较高的一家自主品牌车企 连续23年销量第一 全球累计优户超190万 在国内市场上来说 每卖出两台皮卡就一台是长城的 风骏在于它的10万以下的市占率更是高达了60%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说的什么车了吗 没错就是长城风骏5长货箱版 它也是近期才正式上市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有什么亮点吧 风骏5是国内首款配备ABS加EBD 首款获得欧盟WVTA认证的皮卡 成为既时尚又实用的双结合车型 综合产品力始终是领先于同级产品 当年风骏5上市一年之后 也就是2010年长城皮卡销量首次突破10万大关 侧面也能体现出大家对于它的品牌 以及车型的认可程度 用三个点来形容它 就是经济实惠 经久耐用 实用便利 最近风骏5推出了长货箱版本的车型 售价是7.88到9.98万元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有哪些细节上的亮点 作为一款工具型的皮卡 虽然说外观不需要什么花枝招展 但是你看到风骏5常货箱的时候呢 也会觉得眼前一亮 前脸这一方面它看起来呢 就是层次分明的 大面积的使用这种镀格式条 硬朗的车身的线条 以及有这个空污有力的车辆轮尾 对了它的16英寸的轮胎的话呢 结合它整体的车身线条 看起来的话是非常的协调的 最小离地间隙178毫米 不容易磕碰底爬 非常适合我们呢 去下工地啊 或者是跑土路啊 我相信呢 各位车主是非常爱惜自己的车辆的 不希望自己的爱车呢 变成那种斑驳生锈的 但奈何环境多变啊 就比如说在南方 看一下南方的下雨天 真的是太频繁了 尤其这梅雨季节的时候呢 更是长达三月之久 那这个时候呢 就长时间的在于这种雨水环境下的话呢 车辆是很容易被雨腐蚀的 这辆车的话呢 它采用的是镀星版的材质啊 并且是经受了720个小时的 延屋试验检测 防腐防袖的效果是更加了 也就是说呢 去有效的降低了我们的维护成本 换句话来说 更加省钱了 嘿嘿嘿 风轻五常规版货箱的尺寸是1680毫米 1460毫米和480毫米 长货箱版本 它这个货箱的尺寸呀 是1820毫米 1520毫米和460毫米 货箱加长加宽了 容积呢是提升了10% 也就是说可以装更多的东西了 适用于像工地农庄 保持丧失稳定性 另外高强度T型车架 负荷力增加了后悬架 为5片钢板黄啊 承载处可以看到采用双耳的设计 也可以说是为载物呢提供了一个更强的支撑啊 经过长久的疲劳试验检测 品质可靠 货箱内部它喷有这个货箱宝 这个呢是对于工具型皮卡来说啊 这个货箱内部的漆面是更加需要被保护的啊 所以你们说风俊五常货箱是不是很贴心啊 在内饰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放眼望过去哇 就是非常的简洁规整的啊 它也是使用那种完全对称式的一个设计啊 对于用户来说的话呢 他们其实更加偏向是实用性这一方面嘛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在于我们日常开车的时候呢 它整体的这些布局啊按键哎都是很合理的一个位置 你看我们在开车就直接可以随意的去进行盲仓了 也不会就是说对于我们的驾驶方面的话带来什么不方便的 其次的话呢就是在于你看一看它的下方还有个小的出物格 我们看我们这么放手机 嗯这个位置也是相当的合理的 然后我们平时其实开车的时候也会担心说自己的手机有没有电码 那其实这辆车同样它也会给你配备到USB的接口呀 还有12V的这个接口再来你看 连点音器都给你配备了 它细节上我觉得比较贴心的就是在于这个杯架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两个独立的杯架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出去的话很有可能会拿一些比较大的水平嘛 这样的话可以喝的水比较多 哎它还可以拆卸这样你去放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的话呢你看边上的话呢 也会有这个小的一个储物格 其实也可以放手机这么搭着 或者是放一些小的那个过路卡这种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所以整体这方面来看的话呢 它对于我们日常通勤使用来说是完全不在话下 而且这个座椅其实做的还挺舒服的 皮质的座椅 然后整体乘坐起来的舒适性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因为它的柔软的程度啊 以及和包裹的这个支撑的感觉还挺好的 哎你坐在后面的话是什么感觉呀 嗯我觉得吧 身高一米六五的我坐到后边来 感觉还是挺宽敞的 你看我的头部的空间 两拳 哎其实两拳三指哎 我觉得是够的 就我们要出行的情况下 那风俊武的长货箱版本这辆车 它还是就可以载人出行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你不知道吧 它的这个你看它的靠背其实是可以这样放倒的 放倒之后如果你是在不做人的情况下要放一些东西去载物的话呢 哇它也同样可以给你做到提升了这个实用性啊你知道吗 在动力这方面呢 风俊武长货箱呢 它搭载有个2.0T的柴油发动机啊 那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呢对于这个柴油皮卡 哎有政策限制的话呢 告诉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啊这辆车呢 它也是为你考虑到了非常的贴心 它还提供有一个2.4升汽油版本的车型 来供家进行选择 那我们现在所驾驶的这辆呢 是一个2.0T的柴油版本的车型啊 搭载GW4D20M发动机 曾经还获得了中国10家的发动机 运用由VVT连续可变气门正石 双顶制突轮轴等一些先进的技术呀 号称强动力滤镜节油王 它的最大功率呢是102千瓦 最大扭矩呢是325牛米 与之匹配的是为一个6MT的变速箱呢 换挡起来的感觉是比较的平顺的 它在于这个燃油经济性这方面的表现 还算是很不错的 百公里的油耗是低至了7.6升 在于皮卡车型里面的燃油经济性里面 你的话呢 它算是属于一个比较上等的水平了 那刚才呢也和大家说吧 它的换挡表现是比较平顺的 比较舒适的 在于工具型皮卡的车型里面呢 这个同级是比较难得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长久的去驾驶的话呢 也能得到还算是不错的 这种良好的驾乘体验 最后和大家说呢 这辆车它有一个两驱和四驱的模式 供大家去进行选择 那两驱的话呢 就是经济省油 比较适合一些铺装路面 而四驱模式的话呢 就说它是脱困的能力是更强了一些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也是比较的去适合的是山路啊 或者是土路这样的一些用车场景了 长城皮卡的故障率低啊 它的皮实耐用的口碑呢 也是获得了广大用户的一个认可 而风俊的话 这辆车它其实保值率这方面呢 也是接近于百分之六十 极大程度的去降低了我们的一个用车成本 除此之外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呢 它还有两千多家的一个销售服务网点 服务的半径呢 是小于二十公里的二十四小时 无忧可以说是让你更加的放心了 风俊皮卡系列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直啊 基于助力三农 助力大基建 助力私营工商业 也去完成自己的一个升级进化的 那在未来的话呢 长城皮卡很有可能 还将会继续推出 有种定制化版本的风俊皮卡 充分的去满足了 我们不同的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差异 那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啊 大家也能了解 也都能看得到 就是长城皮卡呢 可以说是作为我们 中欧皮卡的一个重要的名片啊 不管呢 是在于它的成用皮卡领域 或者是商用皮卡的领域上的话呢 都是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 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那未来呢 长城皮卡将会述写 怎样的传奇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